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随机开往日本海方向 而这次参与行动的有情报收集舰 护卫舰 驱逐舰等 其中还不包括水下的潜艇 而据日本媒体透露 这十次冷战结束后 俄罗斯海军使过该海峡的最大规模的舰队 据称 从中古海峡而来的俄军舰艇 在日本海以达四十多艘战斗舰在进行军事活动 从日本媒体关注此事的态度来看 俄罗斯此次行动确实让他们恐慌 但是不确定俄军此行的目的 因此也无法断言 是否为针对日本的军事行动 但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 俄军此次大规模舰队 出现在此海域的意义 日本的说法 只是自欺欺人而已吧 而就在两天前 俄罗斯一架苏二十次轰炸机 两架图一百四十二反潜机 围绕日本本周岛于北海道进行战斗巡航 但是这次数量小 但同样也让日本人恐慌 紧急派出战斗机进行跟踪监视 密切地注视俄军战机的一举一动 目前 俄罗斯虽然饱受西方国家挤压 日本想借机落井下石 到波罗的海要舞阳威 明显是打错了算盘 虽然俄罗斯正集中力量在中东对付美国 但是对付日本也是丝毫不费力气 俄军舰穿越中古海峡 除了报复日本此前的不当军事行动 更有意削打日本 不要轻举妄动 责任编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